哈喽大家好 然后呢今天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Vlog 那么在上一期的Vlog里面 就是那个哈苏的907X开箱那样一个Vlog呢 就有很多人去评论 那么呢我自己也非常有感触 就昨天晚上我录了一期 就是今天这期Vlog 然后就是昨天可能比较困 然后喝了比较多 然后就骂骂咧咧的说了 然后早上我一看 我自己也比较寒言 就是后来想算了 就好好好好的说 说实话就是就两点吧 第一点呢就是关于有钱呢 其实这点呢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挺没劲的 而且说实话 就是这台哈苏的一套相机呢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 那么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我不买富士 那我们就围绕这两点去开始说一下 说第一点吧 就是上一期呢 我做的那个哈苏的开箱呢 我觉得就是做开箱和一般的Vlog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包括跟之前买莱卡M10M的Vlog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就两个字 就是没劲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发了这个Vlog之后呢 我就会有时候一看 有个提醒 就是一 我进去去看 哎呀 看有没有人会给我评论呀 或者说什么有意思的话 然后就是看 你很有钱 好吧 那就无所谓了 就过去了 然后呢 又来了一个提醒啊 我又去看 你真有钱 然后又过了一个呢 就是你很有钱 就是这样呢 就是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人 是非常善意的去开玩笑 就是也是很多梗嘛 包括有很多是我群友啊 是老的观众 那么我一开始觉得还可以 后来呢 就是每次总是看到这个呢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没劲 就是没劲 就是我感觉 就本来也是 虽然说现在不完全的去聊摄影 但是呢 老这么说 确实是有点没劲啊 就说实话 那么呢 我买这台相机呢 其实整个加起来呢 并没有那么的贵 就整个这一台相机 加上这个907X这样一个机身 和一个数码后备呢 这一套包括镜头 整个就是才五万块钱 当然我知道 就是大家会觉得 这个价格还是是贵的 那么我自己觉得 有个例子可以去说一下 就是首先 假设你每个月赚五千块钱 那么你省之减用 每个月涨三千块钱 那么一年下来呢 你涨了三千 应该是三万六 对吧 这应该算的没有错 那么呢 有一个人呢 他刚买了 就昨天刚买了一台并利 豪车五百万的车 那么他突然就急用钱 要跑路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把这一台刚开了 一天的并利 五百万的豪车 以十万的价格卖给你 三万六 你就涨了三万六 你还是买不起这十万块钱的车 那么十万贵不贵呢 确实从你自己涨钱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确实是贵的 但是从五百万这样的豪车去比呢 它贵不贵呢 它其实就没有那么的贵了 所以这一整台 这个哈苏 就是我觉得价格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 莱卡的M10M 莱卡的M12 机身是六万八 就是它是官方的一个价格 所以一台莱卡 包括镜头 可以买两台哈苏 所以哈苏这台相机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贵 当然了 我也把我很多胶片相机 很多数码相机都出掉了 所以我自己 就是现在也不怎么拍照了 所以我需要一台 这样的相机是玩一玩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这台相机真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贵 其实你现在买一个A7S3 对吧 你说不定还要加价才能买 然后你再买一个Gmas镜头 你算一下 再加上两张卡 两张卡索尼的信赖 如果你不用索尼的卡 你录升格是很麻烦的 一张卡就是两千左右 你买两张卡就是五千了将近 再买个读卡器 其实你会发现 一台A7S3整个配下来之后 也是四万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 这台相机没有那么贵 因为这是一整套 就是五万块钱 那么EOS R也是一样的 EOS R的话 机身就是差不多将近三万了 对吧 然后你买个镜头 就四万 它很明显就超过这个 Hasoo这个相机了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你新出的 索尼的A1 就单机身的价格 就跟这一整套一样的 所以整体上来说呢 其实这台相真的没有那么贵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这样一个 Hasoo的开箱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因为其实之前我也做了很多 莱卡的开箱啊 什么之类的 它的价格都比这个要贵 也许是Hasoo这样一个品牌 也许就是感觉非常大的牌子 对吧 就感觉非常非常有钱才能买得起 其实并不是那样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举那个例子 宾利五百万的车和十万块钱 对吧 其实你现在买这个相机 包括买Hasoo买索尼什么之类的 可能你觉得索尼是一个家用的一个相机 那么假设啊 就跟车一样就十万左右 那你觉得宾利是一个超级豪车 比如说Hasoo是一个超级很豪的相机 对吧 特别贵 但是呢 它绝对不是十万和五百万的差别 而是十万和十五万 就那一点中间的差价 咬咬牙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只是觉得特别的奇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上一期的Vlog呢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特别没劲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是拍了照 还是去聊了这个相机嘛 下面聊这个相机呢 还是太少了 大部分人都是说有钱有钱有钱 就特别没意思 就是没劲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很多人问 有这个价格 为什么不买富士100S吧 就是 其实我自己呢 原来就是我朋友也有用富士的 用50R啊 50S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富士的相机 我用起来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并不是黑富士 我也跟我的很多朋友去聊过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我为什么不买富士 是因为我觉得富士这个相机呢 其实我觉得跟索尼跟佳能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在功能上面 我觉得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我买一个 A7R4 和一个100S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使用上面呀 体验呀 对焦上面 当然了 你也许会说啊 他的画质会更好啊 更锐呀 他是中画服 所以背景就是更虚化呀 等效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对我来说 我自己并不是很在乎这一点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说我做Vlog 我已经做了 就是自己的Vlog 就光录了500多 将近600多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 照片呢 都拍了四五万张了 我自己说实话 并不是很注重画质 那么我其实还是非常实用的 就如果我出去拍小姐姐的话呢 我会用佳能 如果要拍一些夜晚的视频的话呢 我会用索尼 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呢 我当然是接拍 我当然是用莱卡M了 我自己瞎玩 对吧 胶片什么都可以 我并不是一定要去用纸面的参数 去满足自己什么的一些想法呀 或者说一种优越感 说白了 我不买富士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说是堆战式的什么CMOS呀 还是什么背照式呀 还是多么的操控啊 还是这种滤镜呀 还是什么中华服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完全都不是我自己考虑的点 就是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是工作中需要使用这个相机 我大概率呢 会租一台 我会考虑我的这个活 能不能把我这个出去这趟钱赚回来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 我一定会考虑哪一个更好玩 更有意思 那我会就是主要是买那种能玩的相机 那富士呢 我觉得就觉得有点尴尬 首先我觉得它的APS-C呢 还不如索尼啊 跟价能差不多 其他的画质就是我觉得差不多 当然那个滤镜呢 我自己也不怎么经常使用 说实话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拍肉 而且我也拍黑白 所以 那个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么富士的中画服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我买个富士中画服 和买索尼的相机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所有的功能啊 对焦啊 什么眼控啊 我觉得都没有 就nothing special 我觉得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花一个钱 比如说我这里有几万块钱 我不是说我要在这个钱里面去选择 它最好的 最有性价比的一套设备 而是我觉得应该花这个钱 去让自己最开心的设备 所以这就是我要去选择哈苏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也之前问了 是买哈苏还是买富士什么之类的 就很多人也推荐我去买富士 有很多人说哈苏这个对焦特别慢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这两天玩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玩 就是我就是感觉有点爱不释手 我就是连我媳妇的家人过生日 我都拿着它去拍 虽然我知道它对焦很慢 很多也是试焦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台相机 就是在我业余的时候 能够让我拿出去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买富士 而且后面的大概率不会买富士 所以大家看我做富士的一些开箱 富士的一些评测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租的 因为说实话 以我的一个评测风格 就是出去拍东西 然后跟大家去讲这个拍摄体验 而不是说这个锐度啊 对焦啊 这个什么按角啊 这个纸边啊 什么什么的 我都不会去评测这些 因为这些 我觉得其实真的说实话 没什么好评测 因为大家可以去DP review 这样一个网站 所有的相机都可以ISO 从100到100多都可以对比 就非常非常客观理性的数据 都可以看到 就没什么意思 说实话真的是没什么意思 而因为我的那种风格 出去街拍啊 就跟家人一起生活 拍拍家人啊 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情况下呢 富士和家人和索尼 没有任何区别 它的对焦 也不需要一秒钟 去拍个20张 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我花五万块钱 去买个X100S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不太了解 就买这样的相机 我觉得反倒是浪费钱 因为你放X100S 索尼的A7R4 R5 这三台相机 你拍出来的 你感觉画质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无聊 就是无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买富士的原因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闲聊聊Vlog 也就是随便聊聊 大家也可以去说说自己的看法 然后说说自己对于器材呀 对于摄影呀 对于你觉得是更实用也好呢 还是更好玩也好呢 都可以去发表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评论 去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好吧 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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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